這個大片窗戶 窗外都是山林的美景 窗外都是山林的美景 外的這個庭院啊 它也都花了非常多錢 像是光前門就有三棵櫻花樹 我學說這一棵櫻花樹 就要加一百萬 而且還不含照顧它的錢 小時候有沒有常聽大人說 金屋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 不管你幾歲 家永遠是你的避風港 所以我現在回來台灣我就要來開箱 我朋友價值超過3億的住宅 位在新店的青山鎮 青山鎮一直以來都擁有天龍國之店的稱號 它不僅擁有一覽無遺的山林美景 生活機能也相當的便利 更有許多大咖明星藝人住在這裡 擁有明星村的稱號 那你第一次來的時候 有覺得這裡給你什麼特別的感受嗎 你第一次來我一直以為這邊是養老的地方 一到這邊 它怎麼金碧輝煌呢 對我覺得這裡面就是非常的大又乾淨 而且很難得的是 它裡面很香 各處都擺很多香氛 一整個很高級的味道 而且我聽說我那個朋友啊 爸媽一次購入 就會購入50組香氛那種 擺在各處然後才會有這種一致的香味 我們就來進去看看我同學家到底多浮誇吧 GO!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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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一進來的客廳 偷偷跟大家講 這裡有三個客廳 因為每一層樓都有一個 對 她就知道了 我同學媽媽說 這組沙發是從義大利訂製的 光這個沙發就要兩百萬 女主人很用心 她品味很好 就她這些家具全部都她親自挑過 像這個中間的裝置藝術也是 整體的色調很搭 而且我們同學這個家 她非常相信風水 所以你到處都可以看到 水晶啊 玉啊 擺在這個方位一定也是有選過的 有可能是一個什麼柴位之類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一個超大的電視 其實這整個客廳都有做環繞音響 香在這些天花板裡面 所以你看電視的時候 就會有360度的聽覺的體驗 好 那我們就過來看看飯廳的部分 非常的大的飯桌 看得出來是一個大家庭 或是常常有客人來 然後像上面這個燈 這個燈也很明顯就是 可能跟信風水有關係 因為這上面都是真的水晶 這有拿一塊水晶下來給我看 好像都是香上去的 嗯 這應該也是動輒數十萬台幣的燈 這一塊桌子也是真的大理石 很一致的風格 就像這個大理石跟電視櫃 也是用同一種食材 這個家的廚房非常的大 中間這個中島 大概是我家中島的兩倍大 這邊就有這個主人的酒櫃 酒櫃還不止一個 那邊還有另外一個酒櫃 然後裡面都是放它的一些 紅酒啊 清酒啊 這些收藏 冰箱 就是這種雙開 雙開門式的 然後微波爐烤箱在這邊 這裡全部都是用杯子來做擺設 我覺得他們杯子超級美 可以看出來他們對 整個家的那個藝術風格很有研究 完全有像這台不小心打破的一個 我不敢跟他們說 怕我賠不起 我不敢跟他們說 我覺得這個杯子隨便一個 我上次拿起來 然後看到 是Gucci的杯子 你看底下 是Gucci的Logo 所以這整個走廊的寬度 是可以容納很多人在這邊 因為我知道他們家 每個人都很愛做菜 就很愛 常開火 炒餅乾啊什麼的之類 那如果常開火 還可以維持得這麼乾淨的話 那真的很難得 看來這個打掃阿姨的薪水 蠻高的 然後過來這邊就是書房 你可以看到主人很喜歡的那種藝術品的擺設 這裡還有永生花 然後很像客廳的那種燈跟香薰的 看來他同學爸爸也喜歡打高爾夫啊 喔對 這裡有一個高爾夫 但是他擦滿的話我也不知道什麼意義 像你同學的爸爸球肝 都大致上都動著多少 整組應該也是要個 兩三百萬吧 沒看過這個牌子 我我也沒看過 我跟高爾夫球肝不熟 但是看得出來很貴 偷偷google就知道他的價格 拿來當裝飾品 我也真的是很意外 居然還有電梯在這邊 因為有三層樓 走路太累了 我們先把電梯叫過來 太懶了 太懶了吧 我們上到二樓去看看 哎唷我走路都變得很快 電梯比較慢 就要享受電梯的樂趣 這邊二樓就是像我剛才說的 他又有一個客廳 比較不像一樓那種豪華的風格 他比較那種休閒感 坐在這個按摩椅上 然後看電視 或者這邊也有一個沙發 可以讓你在這邊追劇 像你跟他一個同學夾過也常在這邊嗎 不常因為這邊是他爸媽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不常上來 他辦派對的時候 我們都是在一樓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一個健身的器材 再加上很大的電視 這個電視是可以動的 可以把它拉出來 這樣子坐在沙發上才看得到 這裡是比較一個休閒感的小客廳 往這一邊走 就會走到同學的房間 一進來右邊就是廁所 這個廁所超級高級 看起來很像那種豪華客房飯店 有這麼大的一個浴缸 然後淋浴間也是坐這樣子 三面是玻璃 然後這一整片 就是可以看出去房間 我覺得非常赤裸耶 應該很常帶女生回來吧 我也不知道 女生在床上 他在這裡洗澡 然後鏡子也是一路到超高的地方 就是你對著鏡子拍照 拍起來很好看 這整個裝潢都很漂亮 那我們就來看看房間 每一個床上會有這麼多枕頭啊 每一個都是就是打的這樣子 膨膨的很完美的形狀 然後還放這種裝飾用的毯子 這個超級舒服 是絨毛材質的 而且我同學跟我講過 他爸媽會特別印一張亮品的樣子 然後叫打掃阿姨 弄成一定要弄成這樣 每天之後他都一定要撲痕這樣 打掃阿姨也是很辛苦 吵 很累 這張桌子就是大到 應該三個人在這邊辦公都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另外面也可以辦公 這一整面 介紹一下 裡面你知道最貴的嗎 可是我覺得最貴的就是這三隻 最大的 GK啦 GK 很多動媽咪夢寐以求 價格大概多少 大概七八萬左右 而且他倉庫裡面有好幾箱 都還沒開 因為他根本沒地方放 現在這個櫃子已經一整面給你做公仔櫃 然後還放不完 然後這邊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位同學 他也有自己的更衣室 即使是一個男生沒什麼衣服 上面還有一些鋼彈 什麼的 他的公仔是真的放不下來 已經放到要放到衣櫃裡來了 對 我們客廳往另一邊去就是主臥室 因為是主臥 所以真的是view最好的一間 這個大片窗戶 窗外都是山林的美景 外的這個庭院啊 他也都花了非常多錢 像是光前門就有三棵櫻花樹 同學說這一棵櫻花樹 就要加一百萬 而且還不含照顧他的錢 外面這個風水石桿當 單純食材就已經五十萬元了 來到這邊你有什麼感受 多賺錢的感受 以後認真賺錢 這個風景有點像地中海 有 有一點 外面有一個小河流 真的是我家門前有小河 而且這個床 一看就是有仔細挑過的 這種床架 這都很貴 看得出來應該是女主人的品味 因為跟我的品味就非常的像 就是有一種高級 但是有那種粉嫩感的 的顏色 這裡是主臥的廁所 然後這裡就是 有兩個水槽 我以後的家一定要有兩個水槽 我覺得 這種真的很像飯店的設計 喔好漂亮的浴缸 很有髒型的浴缸 又看到很大的擴箱 巨無霸擴箱 這裡面也很香 我們現在樓梯走下來 這個樓梯很特別 很有設計感 就是整個鏤空的感覺 這個板金這邊好像是 定做的 因為它這個弧度 好像是要特別凹出來 對這裡就是 另外一個客廳 又有Gucci的地毯了 這絕對超過10萬 而且我覺得很誇張的是 他們家有這個 他們家有3D裂印機耶 不是那個要幹嘛 同學很喜歡玩模型 有些很限量的 反而是要自己印出來的 這台差不多 應該也要超過50幾萬 這一顆 應該是啦爸爸 對 這個家非常多 因為他們家有KioOK 然後可以唱歌 他們還有投影機 有專門的投影機 可以投影在這邊 比較有feel 比較有感覺 看電影起來 客廳過來這個區域 這個可以讓他們用來健身的 他們都懶得出去運動 在家就可以運動了幹嘛出去 需要佈置一個健身的地方 然後後面那顆蘋果 只是一個裝置藝術 而且擺在樓梯底下 最不起眼的地方 但是就要40幾萬 真的很誇張 為什麼這顆蘋果要40幾萬 還有光特別打在蘋果上面 他很特別 他會打鼓 所以還特地弄了一間打鼓的房間出來 然後又不想吵到鄰居 所以這裡全部都有用這種隔音墊 你可以進去看看 來 進來 這個家還設計一個房間 就是專門給這個鼓 真的看過這個大小一定是良好的 然後全部都用這種隔音棉的 一下就有兩個房間 這邊是 女生房 比較可愛一點的風格 這裡有樓中樓的設計 誰看過房間裡面在做樓中樓的 基本是外面房租就要2萬 外面有一個客廳 裡面進來又有一個自己的客廳 很有那種隱蔽性的 然後上面就是他的床 很可愛 這邊還有一面是他樂高啊 然後水晶啊 可能是這個女生很喜歡水晶 而且她很喜歡迪士尼的東西 就是一些水晶迪士尼的收藏 然後她很喜歡車子 很多樂高的車子 同學的姐姐 單身嗎 想住進來了 想要嗎 我想努力了 我可以介紹一下 我也不太知道 客廳往後面走 它還有自己的更衣室跟廁所 它這個更衣室也蠻大的 對 有出主我 而且他們平常不住這裡 然後這裡衣服還這麼多 代表這些根本就是 他們平常不穿的衣服 對啊 基本都會在這邊 這一間就是 女生的廁所 一樣每一間廁所 一定都要有自己的大浴缸 它這邊還有採光 你看人家浴室裡面 還有一面窗戶 連廁所都擺了非常多的裝飾品 有什麼熊熊啊 然後這邊有一些玫瑰啊 香薰肥皂什麼的 他們都有一滴水了 對 打掃阿姨很努力 真的很努力耶 我們就上去看看 他們睡覺的地方長什麼樣子 哇 就是有一個小閣樓 然後擺了很多的娃娃 非常少女心 好可愛喔 而且一般都 上來都要彎著腰 對這裡可以站直 還不會碰到天花板 其實我算蠻高的 對但是我不會碰到 我們走上來的時候 以為這個是垃圾桶 但是你猜猜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跟垃圾桶一樣大的蠟燭耶 好險妳有早點講耶 不知道我本來要吐彈 今天一整個參觀下來 有哪裡是讓你印象最深刻 或你最喜歡的一區嗎 那是主卧吧 因為它床前面那個落地窗 第一早起來你看到這個風景 斑南應該都散去了吧 好那今天我們來開箱這個家 主要就是想分享 另外一種住宅環境 而且來看到這種家 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我也更有一個 奮鬥的目標 其中一感覺就是 未來無限的美好 真的 要有一個動力才會努力賺錢 那大家如果還想要 我開箱這個屋主的另一個家 或想要仔細看 它的公宅收藏的話 都可以留言在底下跟我說 我再去開箱給大家看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